而再看另一方出面爆料的同黨立委蔡任元今天再出招 要問葉匡時生日宴有沒有性感女歌手相伴 還針對葉匡時落下的男兒淚 調侃他呢 請把話講清楚 可是不要動不動就哭哭啼啼 e-tech頻頻出包 立委還驚爆豪華生日宴 擔心父母承受外界壓力 交通部長葉匡時哭了 但同黨立委還是緊咬不放 面對外界的很多的疑問 就坦然說明就可以了 如果他稍微碰到點壓力就哭哭啼啼的 那我們老百姓面對e-tech這個事情 不就欲哭無淚嗎 另外蔡政員在臉書上質問葉匡時 生日宴有沒有拿卡西 有沒有和美宴性感女歌手唱情歌 不過到底有沒有證據 蔡政員還是不肯鬆口 那一天1月5號的生日宴有沒有拿卡西 如果有的話就表示這個生日宴 不是臨時產生的 是事先規劃很久的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說要告我 告我都送監察院 一天一報還嗆瞎歡迎來告 蔡政員把槍口指向黨內同志 內閣改組傳聞不斷 台北市長提名也即將展開 這場風波短期之內恐怕還難以平息 一天TV前子民前天群台北報導